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重要的T 我需要畫一個表格 來這個表格你跟我一起畫 你寫在上面 Limit N 虛徑無限大 an 來Limit 無限大 bn 然後這裡 limit n 須近於無限大 a n 加 b n 好 這 i 於 q 符號 我只能講幾個簡單的重點 那我現在先定義一個符號 等一下我會打勾 打勾 打勾代表什麼意思 打勾代表存在 或者代表收斂的意思 那現在我要講結論 這個結論到了大學的時候 這每個都是可以證明的 但是我想我們現在 先把結論跟同學整理一下 來同學如果這個 a n 這個數列 他是收斂的 b n 這個數列 他也是收斂的 那我跟你說 你把這兩個數列加起來 他還是收斂的 其實你不要講加 加減乘除 全部都會收斂 所以豐鳥幫我補一句話 來 四則運算皆收斂 來 都可以收斂 簡單來說這個很簡單喔 兩個數列如果都是收列的數列的話 你把這兩個數列做加減乘除 跟你保證他們都還是收斂的數列 這個看起來很合理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跟你說 如果這兩個數列 有一個收斂 另外一個發散 一個收斂一個發散 那我現在問同學 你覺得我現在把這兩個數列相加 你覺得他們會收斂還是發散還是不一定 你猜啊 你覺得如果這兩個數列一個收列一個發散 一個極限存在一個極限不存在 你把這兩個數列加起來 你覺得取極限之後 這個極限是會存在還是不存在 如果你考慮相加就好 我跟你講喔 這個時候相加的話不存在 來 結論我寫在這邊 加減必發散 如果考慮加減的話一定會發散 好 那你說老師 那乘跟除呢 乘跟除就不一定 如果一個收列一個發散 那我跟你講 你把他們相乘或者相除的話 那就都有可能 可能收列可能發散 就case by case 來 寫上去 好 那最後一種情況就是 如果今天這兩個數列都是發散的數列 兩個極限都不存在 那你說老師 那把他們兩個相加 相減 相乘 相除 會怎麼樣呢 來 我跟你講 全部都不一定 這種就是我們數學上稱的 所謂的不定型 兩個數列如果都發散喔 你把他們做加減 乘除 我跟你講 四則運算皆可 可能收列也有可能發散 都不一定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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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你看到有可能喔 可能收列也可能發散 其實講到這一項表格啊 我全力會覺得這跟我們以前學過的 有一個東西結構非常像 你猜猜看跟我們學過的什麼很像 你們有沒有學過那麼多東西 你對這個東西應該有點感覺 有無想的 有意義的 什麼東西 有意義的 欸對欸 遙昆真的很有feel 真的 都只要忘了什麼之類 天啊 已經有夠含掉了 A B 比如說A加B好了 A乘B 好 好 聽我講 我一直講 松哥什麼事啊 松哥最近都變得 欸松哥真的 我跟你講 我看到松哥 我就覺得松哥是個誠懇又認真的 可是很多人都說 老師你不要外表騙了 他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真的 你不要外表騙了 真的嗎 松哥是我們班長 欸我說一件事喔 那個 明天下午到底學校安排什麼活動 關心什麼 明天下午 大夜頭就一場 不是 欸對啊 六次大夜 七次懸葬 真的啦 第六節是大夜 第七節的選項 那他大概可以不去吧 可以啊 我們班沒人團結啊 我有繁星輔導 蛤 繁星的輔導 在哪裡 繁星輔導 繁星輔導 呃 好 我再也就一套 反正他兩節課是空的 還是 照顧運動環境 阿禮拜六呢 我禮拜六沒試 禮拜六沒試 禮拜六會 如果有進決賽的話 要去 好啦 應該會吧 應該會吧 應該會贏七班 應該要贏七班 真的嗎 上次我們跟九班 那九班才太可怕了 都在搞好 差兩個 還好 好啦好啦 來我先把這個講完喔 我們先把這節課結束掉 老實會 不要再看手機了 沒什麼好看的 沒什麼好看的 欸我標籤 來你看我 國文是十二欸 國文全標是十二 到底是十三 十二 哦真的嗎 沒有 沒有 那個是別的網站 然後那個現在我看的是那個 大考中 對 好十二那OK啊那OK啊 國文的錢標 他本來以為是十三 因為如果是十三的話 可能那個 十保值 就會有問題 有一些科系 有一些科系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十二 可能就OK了對不對 剛好壓線這樣 來我把這個講完喔 想要嗎 請下來 不要再 我不要再看到手機了 下課再看 等一下再看 來看這裡喔 這個跟這個很像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來 團學這邊是Q 你知道Q是什麼數嗎 蛤 這個問我什麼時候 保護啦 有理數啦 這個跟這個很像喔 如果 A是有理數 B是有理數 對不對 那你看 你看這邊 這個A如果是有理數 R B是什麼 Q' Q'就是 就是無理數嘛 好來我們先把四種情況寫出來 Q'是無理數 好這個是有理數 然後這兩個都是無理數 好 我跟你講 這兩個在結構上非常類似喔 同學 兩個有理數相加 告訴我這是什麼數 有理數 你看相加是不是收斂 你看相成 對不起 我寫Q不要幹嘛 來 相成是不是也是有理數 這吧 奇怪了 壞習慣壞習慣 兩個都是有理數做加減乘除 原則上還是有理數 當然那個分母怎麼樣 分母不可以是0 可是同學你知道喔 一個如果是有理數 一個是無理數 一個是無理數 加起來 你告訴我 這是什麼數 這是無理數喔 這一個是Q' 沒有錯了吧 對不對 這無理數嘛 相加是不是就不存在 那我先問同學喔 同學 一個是有理數 一個是無理數 那相成是什麼數 不一定 不一定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大多是什麼數 大多是無理數 那我問你喔 那為什麼講大多是無理數 因為要考慮到什麼情況 0 0的情況非常好 來 要考慮到非0的情況 因為如果其中一個是0的話 你乘上0就變成什麼數 有理數 這個其實我們從高1 就對這個概念有非常深刻的認識 可是同學你曉得喔 兩個如果都是無理數 相加是什麼數 不一定吧 對不對 比如說兩個都更好二加起來 二更好二還是無理數 但是一個如果是正更好二 一個是負更好二 加起來變成0 所以這個時候這是什麼 這未必嗎 這不一定啊 相成的話也怎麼樣 相成的話也未必嗎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啊 像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雖然我們現在我也沒有時間 有沒有打算正這個給你看 對不對 我沒有證明給你看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結構 跟我們在高1的時候 學的那個數系的那個 有理數的那個概念 其實在結構上有非常類似的地方 我覺得你可以拿來做一個比較 做一個比較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不用講太多 證明就省略掉 我們就讓你做一個比較就好 好不好 好 那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就每天講一點 好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了 好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了